實在是忍無可忍 拿著聲明稿 一字一句念 馬英九大動作到北檢告 檢察官泄密 口中有氣 馬英九上個月底到北檢應訊 超過14小時 馬英九認為辦案細節 只有自己跟檢察官知道 怎麼會有媒體之情 怒告北檢泄密 北檢一再洩漏不實 而且扭曲的偵查細節 對比北檢的檢察官 起訴我的泄密案 振振有詞 我覺得實在是很可笑 馬英九先生 長期從事政治活動 應知檢察官 偵辦社會矚目案件時 常遭有心人士 刻意以不正當手段 利用媒體干擾偵查 切勿以情緒或民粹性手段 混淆焦點 前總統指證立立 北檢晚間 澄清喊冤 說媒體報導 並非檢察官洩漏 但對被告不利的案件細節 又怎麼會被外界披露 說不出所以然 馬英九槓上北檢 創下卸任元首首例 記者 中文道